一台昂贵的重机就这样横躺在大马路上 那么车头被撞烂 车头灯也被撞飞 好加载的是经过这么一撞 重机骑士仅受轻伤没有大碍 而造势的就是画面上这台小客车 造势驾驶因为酒驾 竟逆向撞上骑士 那么驾驶随后坐酒测 酒测只是高达1.29 已经是烂醉如泥的程度 别说走路不行 更何况是开车 而令骑士觉得心情更糟的是 其实他原本骑重机环岛 就在回程的路上 行进新竹台61线 西兵快速大路的时候发生了车祸 而离他的住家距离不到9公里 现在还得为坏掉的重机维修费烦恼 因为估价之后发现至少要7万以上 而详细的造势原因 还有待警方后续厘清